蘋果早前推出最新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 有兩部實機在手究竟哪部好些? XS和XS Max雖然一部大一部小 但大家都是用加固的玻璃機身 還有IP68抗水防塵功能 無論是給清水或咖啡淺濕都不怕 機身還用了最新的金色邊框 規格方面大家一樣有512GB版本 又有A12 Bionic 處理晶片和New Roll Engine加持 實在難分高下 如果大家講求手感 可以根據自己的手掌大小 去挑選最適合自己的版本 但想用到雙卡相待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XS的雙卡相待 只可以拆入一張SIM卡 另一張就要用到eSIM 只有XS Max支援兩張實體SIM卡 多達A12 Bionic 處理晶片和New Roll Engine 現在在人像模式拍攝完相 可以事後調校散景效果 連前置相機一樣用到人像模式拍攝 另外iOS12也加了不少新特色 例如可以調校字體大小 觀察自己的屏幕使用時間 甚至可以加入程式限制 令體現更貼心方便 當然不少可以讓你作弓做怪的Memoji 設定出自己喜愛的頭像 無論要什麼膚色、髮型和打扮風格都有 或是更新感受到 Memoji 感谢观看